我的老粉们应该都记得 本来我不是有一个猫和老鼠同款的割草机吗 结果搬家的时候就忘拿了 但是我通过使用发现这个割草机虽然用起来方便 还有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它割下来的草收起来非常麻烦 有了之前的经验呢 这次我就直接买了一个带斗的割草机 还是跟之前的一样 不用垫不用油 手推着就可以走 不同的是呢 这次割下来的草直接就落到了后面的斗里 收起来特别方便 不过这种割草机推起来还是需要些力气 如果家里草名太大的话就不建议使用了 刚把草剪完就有朋友来我家了 用他们的原话说就是 天天住在公寓里面体验不到打理草坪的快乐 我一听 那你居然有人要免费干活 那我当然得满足他们啊 像这种要求我这辈子没见过 朋友问我要带点什么准备一下吗 我说什么都不用带 带着力气来就可以了 于是在朋友们的帮助下 我们又拔了一轮野草 然后撒了一遍种子 再铺了一遍土 提供一条龙虎 哦对 还顺手在我家门口种了几棵小葱 人多确实力量大 这本来做好持久战打算 没想到一会儿就干完了 事后邻居还悄悄跟我说 如果我的朋友以后再想体验生活的话 欢迎去打理他家后院 想得美啊 你做梦了吗